刘凯威在电视剧抓住彩虹的男人中和女主角郑爽上演亲密吻戏却有点紧张NG连连 郑爽面对与自己相差17岁的熟男帅大叔刘凯威少女心拖不住 脸红羞死不已 而被问及是否担心刘凯威老婆杨幂吃醋 郑爽则大方回应不会因为我们的吻戏其实很少 刚满24岁的郑爽首都与熟男刘凯威搭档 但看上去完全不违和的男女主角实际年纪竟相差17岁 如此的年纪差在大陆播出时更被网友大赞最仰眼大叔罗利恋 刘凯威被曝拍摄吻戏有负担拍摄前就协调了一上午 实际拍摄时仍然频频NG 郑爽因紧张眼神不对重来数次 而刘凯威似乎对这段吻戏也相当放不开 从鼻子吻到嘴唇 甚至导演都忍不住吐槽两人吻的不够投入 催促两人再激动些更被撂狠话 没有喊停就要一直亲 让刘凯威郑爽只好放下矜持 刘凯威在电视剧抓住彩虹的男人中 和女主角郑爽上演亲密吻戏 却有点紧张NG连连 郑爽面对于自己相差17岁的熟男帅大叔刘凯威 少女心拖不住 脸红羞死不已 而被问及是否担心刘凯威老婆杨幂吃醋 郑爽则大方回应 不会因为我们的吻戏其实很少 刚满24岁的郑爽首都与熟男刘凯威搭档 但看上去完全不违和的男女主角 实际年纪竟相差17岁 如此的年纪差在大陆播出时 更被网友大赞 醉仰眼大叔萝莉恋 刘凯威被曝拍摄吻戏有负担 拍摄前就协调了一上午 实际拍摄时仍然频频NG 郑爽因紧张眼神不对重来数次 而刘凯威似乎对这段吻戏也相当放不开 从鼻子吻到嘴唇 甚至导演都忍不住吐槽 两人吻的不够投入 催促两人再激动些 更被撂狠话 没有喊停就要一直亲 让刘凯威正爽只好放下矜持